好这花莲呢 历经了04-03的强震 那么这回呢 又遭到凯米台风重创 除了苏花铁公路 北上交通受阻 那么观光业者也是惨兮兮 不少明电陆续关门 为了振兴旅游 交通部现在是寄出交通 以及多项的优惠 想要吸引国际的旅客来台 但是旅行业者却不怎么看好 表示优因不大 恐怕效果有限 满地土石泥流覆盖 一片狼藉 多量怪手彻夜抢修 就是希望能早日恢复通车 台铁北回线 和人道从德路段中段 还没通车 在异地的花莲人 回家之路漫长 更是影响当地观光 尤其接连受到强震 以及台风影响 许多热门景点也是面目全非 交通部长李梦彦 想出手救光光 当务之急 恐怕还是得先让交通 恢复正常通行 预计在8月3号 这个它的东正线就可以抢通 海运的部分 也会从花莲港到苏澳港 那另外空运也有请 请利隆航空来加班 其中海运增设 新台马轮 澎湖轮 以及凯旋 依靠接驳 空运则是利荣一天加一班 花莲台北往返班次 想靠海运与空运协力救援 但这量能依旧不足 这里李梦彦为了振兴观光 寄出机票高铁 团费补助等优惠 还强调今年一千万人次 国际客来台目标不变 听在旅行圣业者耳里 恐怕还是难以幸福 我们还是以一千万的目标来努力 用尽各种的方式 能够来包括国际的宣传 包括有一些重要的国家 我们会找当地的代言人 没有一个吸引人的地方 你说你让他免费 他会不会来 不见得会来 没有路科的情况之下 你要一千万人次 收据失账还蛮难的 假如说今年年底 能超过到六百万 收据失败的话 就要排排除放监火了 机灵的天灾 重创花莲交通 整个东半部观光 更是一蹶不振 未来政府要在杂钱 推动旅游强化措施 能否成功救火 能充满未知数 记得做这一张台北上吧